早安 日無日的時候 日月,九日時激劃 師父已經講過了 你們都捐給 你會為那個什麼方案 什麼方案呢 付錢方案 還有常態基金的這個方案 師父不會再為你們做什麼呢 做樂捐 因為你這樣沒有意義嘛 你供養師父又從師父的手上 把上款撈回去 其實完全沒有意義 你看師父訓練決心的成員 多嚴苛 對吧 他們要供養我 我都不接受 你要知道 你一定要學會從有向的賠福 剛剛開始一定是 就是為了幫助你建立這些正確的知見 所以都是用比較慈悲的方法 方便的方法 但是你不要一直停留在那樣子的層次 沒有用的 真的沒有意義的 今天我過來的時候剛好碰到那個沈其軍 他在那個電梯口接駕 因為他也是接駕的成員 我就說你沒有 你被師父活膽 你沒有轉發的話 師父就不會再為你樂捐 為什麼 你不可能長年都幾年了 仰賴師父的接駕再過日子 絲毫沒有意義 是不是 你要幹活 自己積累福報 你的困境才有可能解套 師父幫助你 是因為你過去小孩子還很小 你一個人要養兩個病人 師父覺得你特別的不容易 但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被師父接駕 對吧 眾生的錢是苦難來的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謹慎使用眾生的供養 你看師父連一毛眾生的供養都不敢用 所有的供養金 我沒有一個供養金 沒有一分錢的供養金 是用師父的名義 就是功德主名單上面寫著世聖宣 你可以去查 絕對不可能 因為眾生的血汗 人家嘎三點半來供養你 然後你把它落在自己的口袋裡 然後你用你的名義 去樂捐來為你自己打造功德 毫無意義 你這個道理你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 簡單的說文書的法教是訓練大家 有有相賠福 你現在還留在有相 每一次樂捐就為你自己的家人在樂捐 像施敬平從來他來上課到現在兩年 從來沒有一次他是以苦難眾生來樂捐 沒有一次都沒有 就是他們家老公啊 女兒啊 女婿啊 孫子啊 這種供養老實說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這個一定要建立得非常的清楚 你這個知見如果不夠清楚的話 其實這不就叫做 不是本心學法無意嗎 對吧 你一直都停留在很low的那個 有相賠福 要求功德 你終究是求不到的 你的日子還是一樣的苦 然後你卻又來毀謗佛法 說佛法沒有效啊 這個沒效那個沒效 是因為你道理不清楚 你要有種像師父這樣子嘛 一無所有 但是師父從2014到現在 師父已經樂捐將近兩千萬了 那你天天還在為自己的三餐在煩惱 你太呆了嘛 你方法不對嘛 對吧 你應該要看看師父怎麼做啊 師父敢這樣子做 代表佛法的不可思議嘛 對吧 你天天只為了你兒子要考試啦 兒子跟我的關係不良啊 要改善啊 太小了 你的窗子開得太小了 你應該要大力的揮灑 幫助苦難的眾生 用那個功德回向過來 你的困境才有可能解套 為什麼呢 你揮灑出去的話 那個是高能量 然後你揮灑出去的話就是 廣結而一大片的同頻共振 那個同頻共振回來的功德讓你獲益 你這個道理你要搞清楚啊 而不是天天只為了自己的三餐想要賺錢 你賺不到錢的 你過去幾十年不就是賺錢都很辛苦嗎 零柔你虧省了二十年啊 對吧 但是我沒有看到你改變方法嘛 是不是 你過去很苦的時候 還有每天食不驚 你現在有嗎 我相信你沒有嗎 我怎麼知道你沒有啊 因為你出來的答案都不對啦 跟你以前非常勇猛精進的時候 答案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騙得了別人 你騙不了師父的 你的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都在訴說 你是否是正精進 還是你是打混的 是沒有意義啊 對吧 你騙得了別人 你騙不了自己的 好 我們現在要來看 今天我們要講三昧法門 一行三昧 好 我們現在先看那個 這個封面圖來 One two three go 封面 哎 王思錦 王思錦今天跟師父同一電體 聽到師父如何數落 沈其君 對 師父 各位同學 王阿Villahong Katra 王阿Villahong Katra 我是王思錦 那我試著回答這個圖 那我感覺是 因為從這個一一就在講 一行三昧這個部分的話 從這邊來切入 因為我記得上次 就在上次的那個投影片裡面 師父就有講到 三昧條其實就是定嘛 就是有點 一行三昧我自己 比較切的重點 有點像是 比較像是洞中禪定的那個概念 因為從式的那個角度 那我感覺起來是說 我們想要能夠做到 那個整個的那個雲彩 就像是 剛才師父也提到的 就是像通平共振 就是說因為你在洞中禪定 你就可以跟書佛相應 那可能就可以跟他有通平共振 那就會產生比較高的能量 對 然後得到諸佛的護佑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一個遺憾 好 OK 謝謝 十五講過這個圖檔的解說 有沒有對錯 不用對錯 你根本不用在乎它對還是錯 每一個人看這個圖 你認為那是漩渦 我也可以說那是眼睛 對吧 所以那個不是重點 你就是要訓練你直覺思維 那為什麼要訓練直覺思維 為什麼 One two three go 我先跳開這個圖 為什麼要訓練直覺思維 直覺思維為什麼這麼重要 兩個科學家特別指出來直覺思維的重要 你還記得嗎 哪兩個科學家 One two three go 哪兩個 請你舉手 否則你就是真宗性的土地 兩個科學家 這個都已經講過恩變了 而且教學相長裡頭 我已經至少出現三次了 一個不叫阿因斯坦嗎 阿因斯坦怎麼說啊 直覺是 直覺是 是人們的天賦 然後呢 你跳了一句啦 然後呢 邏輯思維是人類的仆人 但是我們的社會 卻把榮耀給了仆人 而忽略了人們的天賦 所以這個就來告訴我們直覺思維的重要性 另外一位呢 我保證你不會啦 但是我已經講過恩次了 誰啊 這一個 這一題如果能夠答得對的話 給你三個法寶 而且我考你絕對不冤枉你啊 這講過啊 教學相長裡頭也出現過啊 只是你業障太深重 以業障目嘛 看過了 那不認為他重要嘛 他是鼎鼎大名的榮格 榮格講 講什麼 他怎麼來形容 直覺思維的重要性 喔…好 那你說說看 我只是喔 我只是喔 你只是喔來騙我而已 還有誰知道 容哥怎麼說的 好 你說說看 原文你是不需要勉強說出來 你就講了他的大意就好了 因為他那個翻譯的 翻 我不知道誰翻的 翻得很繞舌 你知道大意就好 師父還有各位同學 弟子神名譽試著說出我對容哥的印象 就是他有個智慧的老人的這個說法 停…你搞錯了 所以不用再浪費時間了 不用再繼續下去了 現在不牽扯智慧的老人 容哥說 如果你花太多的時間在意識層面上 這個意識指的前六識 就是表層意識 那麼你必然沒有辦法開展深層前意識 就是直覺思維 就是直覺思維 他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強調直覺思維的重要性 那他的這個意涵跟哪一部經典相應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告訴我們 如果你一直在長養的你 長養你的眼耳鼻舌聲的話 那你一定追逐到最後你 喪心病狂 喪心病狂並不是說你真的會瘋了 就是說你完全忽略直覺思維的重要性 你怎麼證實人家心發狂 因為他一定要挑起戰爭 無論如何全世界為公敵 他就是一定要跟烏克蘭 一定要把烏克蘭踩在腳下 我覺得他已經不想和談 就已經心發狂了 這種話是不能這麼說 這樣子的話意義是不大的 因為兩國戰爭他一定有他過去式的冤結 你過去式的冤結都不去解決的話 發展到這一世 最嚴重的就是打起來了 你看二次兩次世界大戰 1914到1918第一次世界大戰 然後接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兩個世界大戰總共死掉6500萬人 那你要說誰錯誰對 這種已經牽扯到世世代代的冤仇 這種不是你一句話說 普丁就是心發狂了 這種就太過於武斷了 你沒有把因果的法則融進來看 你就忽略了兩國之間過去式的那個什麼冤業 你沒有考慮到他們之間的因果關係 所以有時候別人攻擊我們 我們就會很生氣對吧 但是你第一個當被攻擊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先懺悔 釋放負能量 因為你讓人家生不舒服 然後第二個你就要想到 過去是我也用同樣的方法去對待別人 所以這一生我被追到了 應該是要歡喜做感願受 這就是因果法則 那因果法則是在有相賠福還是無相羞愧 有相賠福還包括了哪些東西啊 那個是方法 請你別搞錯 所以為什麼上個禮拜 范陽鑫講沉住壞空 似乎沒有說他對 因為他形容的是整個地球演化展現出來的過程 怎麼呈現的那個演化的過程 但是師父問的是地球演化的成因 所以你們經常都是有達沒有道嗎 然後套上一個佛學的名相 你就覺得哇好厲害啦 但是其實你完全沒有直擊要害啊 直擊要害特別的重要嘛 地球演化怎麼形成的 其來必有志 是什麼志啊 志就是原因啊 就是因果律嘛 就是因果法則 因果法則誰造作的 人人每一個眾生 有情眾生跟無情眾生 所造作的每一個行為 來趕招而來的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因果法則 所以因果法則是在有向培伏 但是有向培伏 並不是只有因果法則啦 你還很囉 所以一定不要到處操 操一大把 師父一看就知道你這是完全操來的 沒有意義 所以你到處操一定妨礙你的思維發展 所有的寫作都在訓練你的思維發展 你如果到處操 操師父過去的寫作的內容 操網絡 操這個操那個 其實那都沒有意義啦 就是 就是妨礙你自己的思維嘛 套名相就是最明顯的抄襲嘛 一個名相套上去 以前不是有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第一次來上課 我說你打哪裡來的啊 他就說 我聽說師父的課上得很好 我說那你為什麼要來上課 他說我要學波惹 我說你聽過波惹的課嗎 他說有 我說哪一門啊 金鋼精 我說你簡介一下金鋼精 他說 他就說 以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你看門一向來了 我說為什麼會帶來 那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應該要怎麼做啊 他說應無所作而生其心 我說要怎麼做到應無所作而生其心 不會 像這種就是不應該的學佛的態度 你通通都是在套名相嘛 這沒有意義的 真的沒有意義 你應該要深入的去理解 金鋼精的內涵是什麼 昨天甘九行為我介紹了一個 一個大老闆 他說他用道德經統治 治理他的三百多位的員工 那很好啊 他的微信名就是非常道教化 然後他加了我的微信 然後我就說恭喜你啊 你第一個使用了道德經來治理這個貴公司的企業 他說師父我看你的微信名玄之優玄 也是道教的專用術語 我說對 我曾經專研道德經 然後我說道德經對你的影響在哪裡 他講不出來 他訪問師父 那師父道德經對你的影響是怎麼樣 我馬上告訴他 我受道德經最深刻的影響就是 無為老子的無為今生 再來呢 無身 沒有身 老子不是講無有身 所以我有大患 我有無有身是什麼意思 就是五邪劍的第一個劍 生劍 我太重視我的肉身 我誤以為我的肉身是真正的存在 結果錯了嘛 我的身是五孕甲合而成的 所以老子說 無有身 所以無有大患 無無身 何來患也 如果我能夠超越身 對身的執著 我怎麼會有祸患呢 祸患呢 我怎麼會生病呢 根本不可能生病嘛 所以這個就是老子 非常重要的一點 對 生劍 突破生劍 所以我講了兩個了 無為 然後 無身 第三個 無名 沒有名字 跟那個文書的經典 名字相通 是相通的 所以你知道道德經 就是道教的般若的經典 特別重要的般若經典 一個人他有沒有真正的 對這部經典 費上功夫去研究 然後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就看他的言行舉止 你應該可以看得識別的初為 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幹 無為是什麼 無為是終極本質 那不是跟那個金剛精的一樣嗎 又套一個名相嗎 就是終極本質 對吧 不是這樣子啊 老實講 我們看水應該要怎麼看呢 至善弱水 最大的是至善不是大善而已 至高的善 什麼是至高的善 超越善與惡的叫做至高的善 至善弱水 因為水可以復舟 水也可以載舟 他用這一句話來解讀 什麼叫無為 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幹 無為是你要看到 幹與不幹 兩者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所以何其不容易 你的所有的言行舉止 都應該要有經典依據 而不是你想愛怎麼幹就怎麼幹 這是沒有意義的 好 繼續 這邊 這個圖 直覺思維 直覺思維除了這兩個大咖 跟我們解釋以外 那我就想要請教大家 為什麼直覺思維那麼重要 那你就告訴我 因為這兩個大咖 都主張直覺思維很重要 所以直覺思維就很重要 對嗎 當然不是這樣啊 直覺思維為什麼很重要 來 江明珠 我們兩個打得對好不好 你保證答不對的啦 但是我佩服您的勇猛精進是 他是特別特別的勇猛精進 值得讚嘆與佩服 你那個棒球手好了 沒有很 就是彎會痛 有比較好 沒有 所以你是受傷在這兒嗎 還是受傷在哪 在這兒 OK OK 他是直接移軟跟師偷一切 喔 好 喔 完的時候會痛 師父都在為你 為你回向 還好你是左手喔 你要右手打刺就不容易啦 對 對 謝謝師父 所以你要感恩嘛 對吧 感恩那個受傷的時候還真會選擇 瞬間選擇著手受傷 然後因為受傷更清楚那個 更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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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跟不病之間 然後認清自己真的是不夠用功 要好好懺悔 要好好的懺悔 非常好 給他掌聲鼓勵 真的 真的了不起啦 你看他8月26號才來上課嘛 對吧 就能夠 什麼 直驅 到3點就起身了 太了不起了 好 來請講 師父問阿威阿鳳恰爪 一直將明珠試著回答 剛才師父的提問 為什麼直接思維那麼重要 那個是訓練我們的覺醒的能力 訓練我們覺醒的能力 OK 好 所以這當然就不對了 對吧 你要看直覺思維英文是 intuitive thought 這個是指後天 instinct thought 也是直覺思維指的先天 那直覺思維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你直覺思維訓練到如火存青的時候 他是直接通終極本質的 這才叫做直覺思維 你離開了終極本質以外的思維 全都是二元對立的 那你們當然我們的根本質本來就是直覺思維 但是因為我們做太多的深口意的行為 我們把根本是都給覆蓋掉了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停留在被覆蓋以後的 宇宙萬象的邏輯思維二元對立 所以這個就是會變成差了非常多了 這就是為什麼直覺思維這麼重要 就是說直覺思維 其實它就是直通到終極本質 你沒有訓練直覺思維 然後你說你可以從有相佩服 昇華到無相修會 甚至於帶動能量的提升 果位一階一階的上有可能嗎 當然是不可能 所以為什麼般若法門不斷的強調思維的重要性 思維可以說是有相佩服跟無相修會 最重要的分水靈 如果你都不寫作也不善用思維 也不接受訓練 你就一輩子哪至於我告訴你 你是生生世世停留在有相佩服而已 有相佩服有什麼弱點 為什麼不能停留在有相佩服 它有什麼弱點 我們一直強調無相修會的重要性 我倒過來問你 有相佩服有什麼弱點 你如果不知道有相佩服有什麼弱點 你必然一直生生世世都停留在有相佩服 還自以為了不起 那請你告訴我有相佩服有什麼弱點 好 王副中 你今天什麼時候來的呀 我怎麼沒有注意到 師傅就是剛好已經就是 儀式做完以後就趕快溜進來了 就溜進來了 儀式做完才進來的嗎 是是剛好剛做完這樣 好 師傅各位學長 吳阿彝將想佩服 說是 鋤阿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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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z 때�して助完以後 師傅這回答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還 gonna 偏向です 那就是還在英國律中 那你還需要ispel 那義國律中就會 所以你雖然有很多的努力 但是你還是 超越不了這個義國的輪迴 你無法用一次再多的努力去還 500萬年的債 那你還是會在那個二元對立中一直不切的循環 看似是有回答到 但是你還在外頭繞啊 你跟泛陽性一樣 沒有持極要害嘛 他是在瞎繞啊 瞎繞有什麼後果啊 這就是重點啊 有下的佩服確實是在瞎繞 那他有什麼後果啊 你應該要講出來他有什麼後果嗎 因為你的道理不夠輕 我不是說你啦 有象佩服的人道理 思維沒有昇華起來 他一直停留在有象佩服 不是只有因果律而已喔 我記得有一集教學廂長 我有講到有象佩服包括倫理 包括道德 道德勸說 這些通通都是有象佩服啊 還有因果法則 這些都是有象佩服 所以你如果沒有昇華思維的話 你就是落在這三塊裡頭 然後你就是一直不斷的 不斷的怎麼樣 不斷的邊行善 邊造惡 邊道德勸說 所以我告訴你們一定不能道德勸說嘛 對吧 你道德勸說給誰聽啊 你自己都沒有辦法做到了 你還那個對比回英文寫一大把 道德勸說的話 你要勸誰嘛 道德勸說就是有象佩服的範疇 所謂有象佩服 基本上他應該要包括三大塊 第一個 倫理 第二個 道德勸說 第三個 因果法則 所以沒有你想像的這麼容易 那王富宗的答案是在外頭繞 他沒有直擊要害就是有象佩服是 邊行善 邊造惡 為什麼 因為道理不通嘛 思維低劣嘛 思維沒有拔高嘛 沒有從上面往下看嘛 一直還是停留在 剛剛講的那三塊 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嘛 所以學佛一定想辦法要從 要進入無相修會 你沒有進入無相修會的話 其實你就是白學 浪費生命而已嘛 而且容易逛高我慢 容易覺得我已經懂很多了 你真的懂很多了嗎 名相套名相 對吧 我還想考你們呢 你的對比回英文寫到沉住壞空的請舉手 好多個嘛 講路啊你也是寫沉住壞空嘛 對吧 都喜歡套用名相 人家講一個名相出來 他就以為 哇 這多了不起啦 沉住壞空是從相上面 去討論什麼 討論不管是地球的演化也好 一個事物的形成的過程也好 但是如果從意識來說 這個形成的過程的話 就不叫做沉住壞空啦 怎麼說啊 從意識 意識啊 來講這個過程 形成的過程 那就叫 生住壞面了 所以 有那個沉住壞空跟 生住壞面 你還得搞得非常清楚啊 你不是隨便丟出來一個的沉住壞空 然後很多人就附和著過去 你搞錯了 這樣子學佛是錯誤的 好 我們要回到這個圖 這個圖怎麼解釋啊 這邊 直覺思維 加面珠 師父 王阿 為了方請請請 王阿 為了方請請請 弟子江明珠試著回答這個圖像的感覺 那我認為它像是一個颱風 颱風喔 對 颱風眼 對 颱風眼 然後那個圈圈是那個颱風眼 那個圓圈是颱風眼 所以當你 對 當我們定性就是 就是我們 如果自心一觸的話 其實旁邊不管那個颱風就像 暴風圈有多大 對多大 對它來講都是 可以如如不動的 在那個 自己在那個圈裡面 就那個定靜裡面 對 OK 好 好 謝謝兩位的分享 師父用這一個圖 要來形容一行三昧 是因為我們的三昧的法門有很多 三昧的法門是指什麼呢 三昧就是定靜 然後依著各種不同的經典的教導 有非常多的三昧的法門 所以你知道有一行三昧 這是來自文書的經典 就是這一部經典的教導 這一部經典的教導 有一行三昧 你想一行三昧還有哪一部經在推廣一行三昧 那不就是這一部嗎 要不然是哪一部啊 這不就是文書施力所說摩哈波爾波爾密經嗎 還有哪 還有師父講過 六楚談經也推廣一行三昧 你要知道 所以一行三昧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而且一行三昧 你只要願意 人人都可以有成就 可以學得來 師父的禪令的功夫也是來自一行三昧 所以我保證 你只要願意學 一定可以藉由一行三昧 可以有成就 那還有三昧法門不同的經典教導 你還認識有什麼法門啊 什麼三昧啊 花花三昧 這個是師父已經介紹過的嘛 來自什麼 哪一部經典啊 全都忘了喔 這個在上一集 上一集的教學視頻 師父加了十五章在裡頭 法華經的妙音菩薩品嘛 對吧 法華經推廣什麼法門啊 天台中 他強調的是空 甲 中 三個要融合在一起 空指的是正 甲是反 中就是正與反的融合 這個相似於黑格爾的對立面的統一 這太深了 你們只要聽過就好了 但是黑格爾的對立面的統一是無比重要的 跟天台中特別的相似喔 那你還 除了這兩個師父介紹過的以外 你還認識什麼三昧啊 守嫩妍三昧 誰的專長啊 文書 文書從出家 政務成佛以後 一直安住在守嫩妍三昧裡頭 嫩妍嘛 就是非常堅定 不容易被攻破 還有一個波舟三昧 波惹的波 舟就是船那個舟有沒有 舟 就是船的左邊那個舟 波舟三昧 波舟三昧是念佛法門的一種 就是 是來介紹什麼呢 就是說行者 就是修煉波舟三昧的人 日以繼夜 不躺下來的 也不坐下來 只一直站著走著 一直念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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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開悟 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不試 你應該要學 學佳明珠嘛 試試看嘛 對吧 結果我上個禮拜說你都沒起身啊 不過我有進步兩天 啊 過去是七天你才進步兩天嗎 那你這兩天是蒙到的 對吧 我是到作沒有設定 請你用麥克風好嗎 師父 恩 恩阿我擾紅茶茶 弟子陳迷也是非常感恩佳明珠師兄有提醒過 然後我真的開始有設定鬧鐘到三點 然後有三四天有起來 但是我又我真的又會睡回籠 然後呢 你是直接又回籠吧 沒有起來吧 有 是不是我有起來按鬧鐘 所以真的有移動身體 有移動身體 沒有離開床 有一天我還有傳訊息給劉曉玲 然後所以他還可以證明我有起來 然後又睡回頭 那你傳給劉曉玲幹嘛 說我已經起身了 請問你起身了沒有嗎 沒有 我是傳訊息 然後但是我前兩三天 我就是三年起來之後 我會四點多一點又會再醒過來 那這對我而言是 三點起來 四點又 就是我真的前兩天 真的有四點或四點半才唸經 然後幾點起身 重點是幾點起身 四點半吧 四點半才起身嗎 對 但是師父這對我而言是生命的一大步 真的 是是是 了不起 但因為今天 今天我又犯回 又打回圓形 圓形是幾點 圓形就是五點半 但是我 五點半你又不能進訣息宣 我知道 訣息宣的樂活群是五點 但我覺得我要說出我在那種 我掙扎的過程 好 對 但可能我真的意志力太薄弱了 你怎麼掙扎法呀 你設幾個鬧鐘嗎 一個 才一個要幹嘛嘛 你有買那個機械式的嗎 叮 全家都吵醒了 只有你醒不來 有嗎 沒有 要嗎 要去買一個機械式的 好的師父 我會加油 超大聲的 而且不能放在耳朵旁邊 要放在遙遠處 你一定要起身來去把它按掉 你只要起身你就有救 你 不起身你必然無救 然後你 你只要 你只有分享這樣而已喔 我還以為你有多麼精采的要分享 起早失敗的人第一點 是他沒有善用幾個鬧鐘 而且他的鬧鐘都放在 都把耳機 手機當鬧鐘 那對腦傷害特別的大 是不應該這麼做的 一定要用鬧鐘 然後要多射幾個 一定要去買一個機械式的 叮 全家全醒來的那種 然後放在遙遠處 你就得乖乖的起來 跑去把它按掉 那一個還不夠 你手機 你至少兩個手機吧 兩個都要打開 設同一個時間點 不能像這個人 設手機都沒用 我說的不是他起早 他幾點起早 我是全然不指望 他 他設什麼 他4點15分要接他媽媽下放學 4點就想一次 4點5分又想一次 4點10分又想一句 4點15分 太 這要怎麼說 你看要轉發 7點要轉發 師傅只設一個鬧鐘 6點58分 6點58分想 你就得放下所有的事 趕快 趕快張羅要轉發的事情 2分鐘讓你搞定所有的事 你要訓練這樣子 你什麼設 你什麼4點想一次 4點5分 想一次 4點10分 那都到後來都疲了嘛 都沒用 你就2分鐘 任何事情你都是2分鐘 只想一次2分鐘 你就得聽到了趕快做 一樣嘛 你鬧鐘也是一樣啊 你像師傅是1點要起身嘛 對吧 但是師傅都是45分 12點45分 像15分鐘 為什麼 因為 有時候 師傅想起身以後 還要 譬如說明天要播出那個聖弦語錄 我還得要去把聖弦語錄轉為公開啊 是不是 所以這中間會 一定不是那麼容易啊 你因為 視頻太多太多 YouTube太多太多視頻 你要找到你的 你的視頻都不容易 所以你沒有15分鐘來搞定 你是沒辦法的 但是我一定只射一次而已 就是 12點45分 兩個手機同時響 我還有一個小鬧鐘 三個報時器同時一起響 我才不相信你醒不過來 對吧 一定醒得過來嘛 所以 那你起來以後你就是 你為什麼會一直想要睡覺 你沒有起來動 你起來以後要先喝水 你沒有喝水 你喝水為什麼那麼重要 帶動你的腦的 血液的循環 我們會昏沉是因為我們 開始休息 你們可能休息五個小時 八個小時 腦部的那個 血液 因為沒有在動嘛 血液停滯了 那身體的那個血液循環不良 所以 腦子會 會迷糊嘛 所以你要喝水 幫助他 帶動血液的循環 讓你幫助你 腦子要清醒 所以你應該是醒來以後 第一個就是去漱口 不一定是刷牙啦 你睡覺以前你要刷牙嘛 吃過飯以前你就得要刷牙 三餐你都得要 只要有吃東西你都要 都要刷牙 然後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要先漱口完了以後喝水 否則你喝進去都是細菌 因為你 睡覺的時候你嘴巴裡頭都沒有講話 也沒有什麼容易有 那個細菌滋生 所以你一定要漱口 漱口不是刷牙 漱口 然後完了以後喝水 喝水幫助你的那個血液循環 讓你醒過來 醒過來以後 你不能又坐下去 你這個時候也不是讓你趕快送金 都不是 你要做一些伸展運動 反正就是做運動 你譬如說你有練瑜伽 你就可以做伸展運動 有些人他喜歡做有氧運動 強度比較大嘛 對吧 基本上你就是一定要做運動 運動就是來幫助你 更強度的清醒 這是無比重要的 這個你都沒有做的話 你的不可能起早成功 你必然馬上又要倒下去了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喝水做運動 這個都是無比重要的 然後不就是乘起自信法嗎 你就是要做乘起自信法 要先想我今天可能會碰到什麼困難 我老闆要K我 那你是要躲還是迎戰 這就是二元對立嘛 那你自己要告訴自己 我有信心我可以去迎戰我老闆 對我的 你要把他當作海K也好啦 你最好是把他當作指導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你就有高能量 像這些你都得要做 要不然的話 你就是一昧就趕快去念經 其實那都是騙人的 你念不到幾個字 你又睡著了 所以你念經如果昏沉的話 你是不能坐在那裡念 你就要站著 站起來念 拿著經本走著念 來防止你睡著了 好我們要回到這一個 師父用這一個來當作 我的一心三昧的開場圖 是 非常類似江明珠的感受 但是我不一定把他當作是什麼 是 颱風的暴風圈 師父是把他當作 這個就是你的定靜 然後呢 外圍的就是你的一行 所以你要藉著外圍的一行 進來幫助你 進來這個定靜 你現在當然還不知道什麼是一行 算沒有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待會就會介紹 好 一致起伏 一伏起報 希望每一個人都把他當作 你的座右鳴 你的座右鳴 牢牢記住 智慧是最重要的 這個智慧跟學歷沒有關係 這個智指著什麼智 還有不同的講法 根本智 根本智 每一個人 直覺思維所要觸及的就是根本智 根本智是與生俱來的 每一個人都有的 而且是平等無二的 不是他有我沒有 不是他更具足 我不夠具足 都不是 根本智最重要指向什麼 平等無二 你只有平等無二 你才不會大小心 你的福才會是清淨的福 清淨的福就是超越二元對立的福 那就是最大化的福報 所以這部經 我說這部經 陳敏玉就說 文書十曆 索索摩尔波爾波爾波爾蜜蜜 請你看 這個文書十曆 索索摩尔波爾波爾蜜蜜蜜 裡頭講 如來是無盡福田 無盡就是無量無邊 如來他為什麼是無盡福田 他說 因為無盡相 所謂的無盡相是說 他已經超越了所有相的束縛 叫做無盡相 那無盡相 用一句話來形容 請你告訴我 我先講那個經典 經典講如來是無盡福田 是無盡相 是福田非福田是名無盡福田 是福田就是有福田非福田 超越就是所謂的有福田沒有福田 他都超越了有福田也好沒有福田也好 他都超越了所以他叫做無盡福田 那是最大化的福田 我現在要講的無盡相 整個經典是說 如來是無盡福田是無盡相 非福田非不福田 是名無盡福田 這一句就是這樣子 我現在要請教各位的是什麼叫做無盡相 無盡相我先解說我先告訴你什麼是無盡相 超越了一切相的束縛叫做無盡相 那麼無盡相請你用一句佛教的術語告訴我 我就知道你有沒有真正懂什麼是無盡相 好 蔣榮麗請你告訴我什麼是無盡相 無盡相 對你說的是對的 你說 因為我一定是蔣跟你們相反的那一面嘛 對 弟子講農曆四子回答 好 無盡相 我的認知是 沒有 無窮無盡然後沒有分別的相 好 ok 好還有嗎 這邊有沒有人講 什麼是無盡相 無盡相 無盡相 那你用一句佛教的術語 他現在是太多句了 對吧 無盡相是指什麼 無盡相就是無所得 記住 無盡相就是無所得 什麼是人家問你什麼是無所得 超越一切相的束縛那就是無所得 所以無所得你只要能夠放下所有相的束縛 你就是最大的贏家 你現在太苦了嘛 對吧 人生即將終了你會害怕是一苦 賺不到錢是第二個苦 然後打官司另外一個苦對不對 你現在馬上要離婚再來一個苦 人生都是苦為什麼 你被這個苦相給束縛了嘛 所以 什麼叫無所得 我記得我曾經表揚過你 你給書的第一個答案就說 就是要無所得 所以我拿這個考你 倒回來追擊你嘛 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理解 結果 你垮了嘛 對吧 你的答案還是在外頭游來游去嘛 在外圍你沒有直擊要害嘛 什麼是無所得 你超越一切相的束縛就是無所得 所以超越一切相就是代表什麼啊 就是代表一切相就是有無啊 所有的二元對立指向的就是平等無二嘛 所以無所得就是指向平等無二 那就是什麼 終極本智嘛 所以這個智是根本智 其他的智沒有這個特色 起伏無盡的福田 一無盡的福田 你才有可能散報嘛 對吧 這是大乘一章的教導 所以我們的課是古老的佛法要來 用新潮的各種方法來演繹 幫助大家在時代的脈絡之下 活出2500年前古老的佛法給我們的教導 好 因為時間很那個很緊張了 你們高速的念一下 這個七遍 1 2 3 GO 再加速 好 好 停可以 這個禮拜比上個禮拜 比過去幾個禮拜都好很多 再來這一個 這個你們拿手的 1 2 3 GO 1 2 3 GO 不能停 好自己要學會煞板 煞板就是什麼踩煞車嗎 最後一個要煞板 這叫做煞板 踩煞車 這叫做煞板 那 老上就會說 你怎麼沒有煞板 因為你沒有煞板 其他的人都不知道 現在要 結束了 對吧 所以要 學會要煞板 好 今天比過去幾次都讚 我們今天沒有新同學 熱烈的掌聲 我們還是要獻給佛陀教育基金會 前督導 簡豐文 創始人 朱毅森執行長 阮桂梁副執行長 全球直播 資訊主同仁 基金會 所有的同仁 妙吉祥如意 妙不可思議的吉祥如意 獻給大家 好謝謝 那 妙吉祥是哪一位菩薩的別號 文書 他叫做妙吉祥菩薩 又稱為什麼菩薩 馬上又考到 文書這麼重要 你不認得嗎 妙吉祥又叫妙德 有沒有 那個什麼 素菜館最喜歡用妙德 你看到妙德就知道 也許他不修文書 但是妙德是文書的別號 妙手 手就是這個 頭那個手 就是代表最最重要的 對吧 好 那我們繼續趕快 課堂分享我們今天要邀請到的是 沈榮海 沈榮海來為我們分享他如何來 在日常生活當中活出一花一世界 足以時間控制 前面課堂的那個課前的心得分享 Sorry 這裡 好這個是內容 我待會還會再叫出來給沈榮海看一下 對 這個就是 你應該要分享什麼呢 就是 第一個你要告訴每一個同學 就是你怎麼到這個課堂的 你要簡單的說 30秒 越短越好 誰接引進來 這裡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 沈榮海 你是來聽師父的中英聲救度密法 對吧 好那一定是有人接你過來 生命啟發要兩分鐘 這是你的主軸 再來有一個期許 好 然後上個禮拜你講完了 你沒有指定一個 劉曉玲是我指定的 你可以指定一個 你下課用文條通知我就好了 你現在不用告訴我 你也不用分心 好我們熱烈的掌聲 我們邀請沈榮海來跟我們解說 分享一下她的那個一花一世界 她在日常生活當中她怎麼來體悟的 好來 你是不是很緊張 我發現你有點心不安 欸 講如何你的筆啊 你這樣子 你會害人家跌倒 師父以及各位學長 我會讓你更加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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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沈榮海 好 面向大眾 我先說我的道課因緣 我既沒有人 靠近 靠近 我既沒有人接引 也沒有看到什麼傳單 我是不請自來 因為我在法杖獎堂的一樓 看到那個公告 他說聖賢法師的中英先救度要開課 2017年10月5號我來到課 好 接著我來講 來說明 這個生命實踐 我的生命實踐 好 就以我這一次不幸離病來說明這個話題 我的病體以及我的醫生都在宇宙萬象當中 如果沒有我就沒有我的病體也就不需要醫生 來道課之後 經師傅的開導 我才覺知到 我的病體 以及我的醫生 雖然都在宇宙萬象當中 但是都只是曇花一現 我的病苦 如果我們以量子力學粒子的角度來說明 因為他佔有時間佔有空間 所以他折騰了我 如果他不以粒子的形態 不佔有時間 不佔有空間 他就消失 我存在 他就消失 以能量波的方式 擴散到整個宇宙 這就說明了 彈花一現的道理 我 我的 病體以及我的醫生 都來自同一扁言 都來自如如不動的終極監理 當這一終極監理會遇到我的錯誤造作 或是我錯誤的生活習慣 我就生病了 但是終極貶值是如如不動的 是不病的 終極貶值是我們的目標 也是我們人生的意義 所以不管任何事情都要想到 終極貶值 都要練習超越歐元對立 久而久之 如人學社久習成巧 終極貶值 終極貶值 就指日可待 報告完畢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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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來 點評 每一個人都要學習點評 點評人家自己也會進步 對吧 好 來 好 1 2 3 go 1 2 3 go 1 2 3 go 王滬中 好 各位學長 王阿比阿彭 請主要 王阿比阿彭 請主要 地總部中式的點評 好 海的分享 很感謝他年紀那麼大 還能夠 講的 其實都有講到師父講的每個點 但是他的問題是出在說 看得出來可能他是用心在準備 所以都把他用背的方式講出來 感覺起來是用背的 所以他在講的過程就會停頓 因為要想自己講什麼 所以時間上其實他講的內容 其實應該三分鐘內講完綽綽有餘 可是他卻花了還是玉石 這是很可惜 很可惜 我以為他是 他會是唯一一個成功的 對 前面講的特別好 他其實都講的蠻簡短的 也有直擊到師父講的這幾個項目 五個環節 對 可是就是因為那個在想 所以就等於說拖了 那有一個地方我是覺得講的比較 比較牽強一點就是他在講那個 因為要套量子力學的時候 因為他講說他的病體波 那粒子然後轉成波 又擴散到宇宙 宇宙裡面這個好像講的有一點點 就是比較解釋上面我覺得有點不太通 那其他部分其實我覺得都講的好 只是最後期學的地方算是 有講到又有點像沒講到這樣子 大概以上是我的原品 OK 好 非常好 好 這邊有嗎 1 2 3 Go 1 2 3 Go 好 這邊 下面住 這邊失敗了一分 師父各位師兄 別人在講的時候你就要準備了嘛 就是隨時都有可能輪到你點評 地址江明珠 試著點評沈榮海師兄的分享 對 那 他其實中間有一段的部分 應該是講的不夠清楚 其實他是有三個 嚴肅 一個是病跟我和醫生 對 那前面講得很好 可是中間到後面的時候 其實我不見了 他說講到病跟醫生 病跟醫生 那其實這個三個是一題的 才會讓這個資料會比較完整 對 我是看到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沈榮海師兄在 其實他其實已經抓 有了解到課程的重點 但是可以針對病題的部分 如果更深刻的 了解的話 對他的病情會更有更大的幫助 以上是我的點評 謝謝 好 所以我們同學的點評功夫都越來越 越有進步 其實沈榮海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表現得非常好 在哪裡呢 就是我 我的病體以及醫生 然後沒有 沒有我的病的話 那我的醫生也不會存在 不需要存在 對吧 然後 覺知到宇宙萬象 都在其中 這一點他好像 沒有特別的指名 感嘆 宇宙萬象 昂花一現 他這邊要套用量子力學 其實他剛開始不錯 量子力學他講 這個病是以力子的方式來干擾我 因為 對 佔有時間佔有空間 所以我感知到他 他在干擾的我 這個是對的喔 但是下面一個 他有一個很大的錯誤 他說 那這個消失了以後就 消失了 這個病就消失了 消失到不見了 不是這樣子喔 這不能用消失 回歸到能量場 你一定要學會這兩個字 不是消失啦 消失是在現象界 你覺得你的病已經好了 為什麼好了 因為他不在以那個量 力子的方式 佔有時間佔有空間來干擾你嘛 對吧 所以代表你已經是復原了 那他這個病苦 這個元素他到哪去了啊 病苦的元素也是你的日月星三個之一嘛 對吧 他是以能量的方式回歸到整個能量場 你是用消失 這個代表你是不清楚的 你對量子力學的不夠清楚 他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他是回歸到整個宇宙的能量場 再來你非常弱的地方是在這兒 就是我的病苦還有醫生 都是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這裡你特別混亂 而且表現出來你在 你是用背的 所以你在想 你一直要想我背到哪裡了 我要怎麼繼續 其實這個很容易解釋啊 就是終極本質是如如不動的 因為我有病 所以因為我的造作錯誤了嘛 我的行為在宇宙的現象裡頭 我因為錯誤的行為造作 所以我敢造病 如果我沒有造作錯誤的話 我的終極本質是不會感遭病苦的 因為沒有病所以我需要醫生嗎 醫生的存在也是因應我的病而來的嘛 所以醫生是因應我的病而來 他的終極本質跟我是同一個 然後病苦也是因為我的造作行為感遭而來的 其實背後都是同一個終極本質 因為我的錯誤行為感遭病苦 因為有病苦感遭醫生來 最終還是回歸到原來的終極本質 這麼清楚這麼簡單 可以可以理解嗎 就這麼就可以把我跟我的病苦 跟我的醫生 他背後是同一本源 講得特別的清楚嗎 你已經切到了因為我的錯誤的行為 但是你沒有講出來 這個是現象界我的造作錯誤 但是我背後的終極本質始終是同一個 因為我造作錯了 所以有病苦發生 因為有病苦 所以我必須要仰賴醫生 醫生是在這樣子的因緣之下 加入日月生這三個角色的半年 但是就其本源是同一個 如果沒有我錯誤的行為 不可能有病苦 如果沒有病苦 不可能需要醫生 就這麼簡單明瞭不是嗎 夠清楚嗎 對 王富中應該要帶頭 他在下面給師父鼓掌啊 對 感到您的帶動 其實你們很弱的是這裡 就十幾二十個同學已經上台去發言 這裡始終都是把打馬呼嚴 就這樣子 結果就是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對吧 還有以前師父沒有講以前 沒有特別要求你們這邊量子力學 你一定要講清楚 你們就從這裡就開始打馬呼嚴 然後基本上都不講 直接就跳到 結果我們都是來自同一本源這樣 這樣子有什麼意思 沒有意義對吧 你看師父需要準備嗎 師父根本不需要準備 我馬上就可以告訴你 你可以怎麼講 可以讓你的那個分享更精彩 更直擊要害嘛 是不是 所以結論是什麼 你是不需要死背 你需要大綱 第一段我要講什麼 日月星我這三個元素 我要以什麼來代表 以我我的病苦我的一生 這要確定嘛 其他的你要發揮 第二個是無無無 沒有病苦不需要一生嘛 然後我好了以後也沒有病苦的我嘛 對吧 然後覺知到宇宙萬象 這三個都在一起 所以你只要把大綱列出來 我第一點要講什麼 第二點要講什麼 內容你千萬不能背啊 靈柔不就是嗎 背壞了嘛 對吧 他第一次分享 帶了一個大鈔大辣辣的上台 我立刻把他的大鈔拿起來撕掉 他沒有大鈔分享得多好啊 對吧 第二次要他分享他 他知道師父不能 不允許他有大鈔 他開始死背就完了 一定不能死背 沒有意義嘛 對吧 你看師父講課15年了 你看過師父死背嗎 你如果死背的話 你做不到靈活靈現 你也沒有時間去觀察每一個學生 他的那個思維 你也沒有辦法有展現你他心通的那個因緣 這不可能的啊 因為你就忙著在背而已嘛 是不是 所以任何要上台的人都不應該死背 不需要你需要五段的大綱嗎 第一段我的日月星我要用什麼這三個元素 第二個無無我要怎麼展現 第三個就是我要怎麼呈現 這三個都在宇宙當中 第四個我要怎麼覺知他們是彈花一現 就這五個大綱你列出來就好了 其他的內容你都上台的自由發揮嘛 你這樣才會靈活靈現嘛 你講過了嗎 你上台講過這個主題有嗎 有嗎 可是你有多不精彩我都不記得你有三個 以前剛開始他 我說每一個人要上台講 他多卻要啊歡心卻要鼓舞 我說你要講什麼主題他說 我要講我跟我的兄弟的關係 結果怎麼講 然後後來你兄弟變成皮舌 千年無解 那我要呼吸你嗎 有有有你可以再叫他 對 他要為了要成就你 你應該要感恩 對啊 你就回歸你的老主題嘛 你跟你的兄弟的關係嘛 不是嘛 你自己想通了再說啦 好 那不過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同學有沒有進步 有很大的進步耶 對不對 跟以前剛剛開始的時候 那真的進步很多 還有一個人沒有講 詹惠珍啊 我現在突然瞄到他 你知道嗎 他沒有多好 他沒有多好 對 那個沈榮海你要指定誰 就詹惠珍好了好嗎 大家鼓掌通過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他 就是現在突然看到他 對下個禮拜是劉曉玲 再來就是詹惠珍 三昧的法門 好 講的是一行三昧 然後師傅會講到清典的原因 當然是文術施力所說 是文術施力所說 法界的第一印譽 很多人以為法界就是世界 都不是 怎麼落實生命的實踐 一行三昧 怎麼在你的生命當中呈現 修學的方法 你要怎麼學 再來你證物的法義 這邊看到嗎 六祖壇經 六祖壇經也在推廣 一行三昧 他說若於一切處 一切處 就是指 任何一個空間 你的行柱坐臥 你的每一個動作當中 純一 直心 什麼是直心 純一的直心 師傅還有各位同學 職心就是清淨心 不思善不思惡 超越惡元對比 因為不是只有善惡嗎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沒有直擊要 超越惡元對立 超越所有惡元對立是什麼 對立面矛盾 任何對立面的矛盾 譬如生跟死、黑跟白 還有呢 攘污跟清淨 對吧 貧跟富、寵跟辱 任何一個惡元對立 超越了惡元對立 那就叫做清淨心 又稱為直心 所以維摩結晶又說直心就是道場 那你要怎麼解釋 直心是道場 維摩結晶非常出名的一句話 那現在我們知道直心就是超越惡元對立 為什麼是道場 文書說我不做道場 但是維摩結晶說直心就是道場 所以這個道場不是實體空間 道場是什麼 孕育你要眾物成佛的那一股力量嗎 對吧 道場不見得是一個空間 那裡也不需要有佛像 但是它是一個臥土 臥肥臥的臥 它是一個臥土來孕育你 用什麼孕育 用直心 用超越惡元對立的心 來幫助你 對吧 幫助你直極終極本質 幫助你正悟成佛 所以才說它是一個道場 對吧 所以存於直心不動道場 這邊出現了不動道場 為什麼叫不動道場 不動不就是如如不動嗎 你體悟如如不動的那個地方 然後直成淨土 讓你感召一片淨土 代表你眾物成佛 此名一行三昧 所以你在這麼短的經典裡頭 你看到了什麼 你看到幾個元素 你看到幾個元素 這個就是直覺思維了 你在一行 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 一切處你看到什麼 空間 行住坐臥你看到什麼 行住坐臥你不知道嗎 就你的日常平常 你的日常生活裡 對吧 所以你要成就一行三昧 要在哪裡成就 是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頭 用什麼心來成就 用直心 用清淨心 超越二元對立 超越右元對立 請你套用一個佛教名像 叫什麼 超越二元對立 請你套用一個佛教的名像 你如果套用成功了 那才叫做你真正懂這個佛教名像 超越一切像就是無所得 現在我請問你 現在我請問你嗎 存立執心 請住坐臥 在日常生活當中 存立執心 存立執心 佛教名像 佛教名像 不就是不二中道嗎 那這講道都爛了嘛 對吧 執心不就是不二中道嗎 不二是代表什麼 超越二嘛 超越二元對立嘛 中道是什麼 直指終極本質嘛 這個不就是存立執心 就是你要用不二中道 你可以成就不動道常 這個不動就是如如不動 就是終極本質的道常 然後你真悟成佛感召淨土 從這一句 從若於一切處開始一直 你如果每一個字 你都按照他指點的去做 最後你一定能夠感召淨土 這個就叫做一行三昧 所以你看經典 你有沒有直擊經典的真諦 你就是只會念過而已 你根本不知道經典這麼寶貴 他裡頭通通都是方法 對吧 從若於一切處就是告訴你 在任何一個空間 不管你在上衛生間也好 你在讀書也好 你在走路也好 行住坐臥嘛 你都要用不二中道 存立執心就是不二中道 然後你要成就 直指如如不動 這個不動道常 不動是指如如不動 什麼是如如不動的 終極本質嘛 佛教 佛教的終極本質又稱為什麼 佛教的終極本質又稱為什麼 佛教的終極本質稱為什麼 佛性本性空性 還有呢 手嫩眼 還有呢 獅子吼三妹 法界法性等等等等 你就是要用 這個不動道常就是說 你所成就不二中道的這個道常 是要你能夠虧見 能夠證悟如如不動的那一個終極本質 這才是真正的道常 而不是實體的道常 有一個教室 有一個莊園的佛像 有一個很大的山 叫某某山都不是 不動道常 這一個時間空間 這個生命的體悟 直指你要證悟到如如不動的佛性本性 這樣下來 你必然能夠成佛 他說的成佛你看嘛 他寫 直成淨土 你能夠感召一片淨土 一片佛國淨土 這樣子叫做一行三昧 多精彩啊 六祖壇經太了不起了 對太了不起了 因為我們沒有心人 所以我們這個就要跳過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個非常重要的 人腦跟機器的共生 這是一個非常新的一個概念 我們的課程是 維模結晶與AI人工智慧的對話 這是第二集了 第一集是講文書的經典 現在為什麼是第二集 因為講到了維模結晶 可以說是文書經典的延續 教法是非常類似的 我認為維模結晶比文書更犀利 為什麼 他更敢講 講得更透徹 他也不怕得罪任何人 標準的愛見 大悲 徹底捨離的一個 了不起的在家的趨勢 所以你說在家趨勢 不能成就佛道嗎 不能證物成佛嗎 維模結的大趨勢 不就活生生的證物給我們看嗎 怎麼知道他已經成佛啊 怎麼知道 你又瞪大眼睛看我啦 怎麼知道啊 你就看他開示嘛 他開示出來的東西 有停留在現象界嗎 有嗎 沒有啊 他每一句都指向終極本質嘛 這不就是佛言佛語嗎 他從來不 不搞浪好人 他從來也不 不推廣愛見大悲 從來不 對吧 他永遠直擊終極本質 這一個太了不起了 好我們要來看一個 人老與其其的共生 為什麼會扯到這個 維模結經 就是因為我們的課是 從把古老的佛法 用最新最前沿的那個新潮的詮釋的方法 幫助大家在這一個時代裡頭 能夠活出佛法的精彩 然後成就我們生命的璀璨與瑞智 幫我們邁向了生命存在的意義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是地球的演化 這個禮拜我們要講 人老 好 等一下喔 doing my head this I'm going to have a plug in my head hat's going to fit into a hard drive or how does that work? yeah a chip and a bunch of tiny wires this would be implanted surgery clip and it would do what, could you input, could you download Jim? yes the long term aspiration with Neuralink was to achieve a symbiosi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o achieve a democratization of intelligence such that it is not monopolistically held in a purely digital form by governments and large corporations. Basically, an effort for man to merge with machine in a healthy way. Yes. To beat machines, you basically have to merge with machines. Most likely, yes. Essentially,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 future constitutes the sum of the will of humanity? And so if we have billions of people with the high bandwidth link to the AI extension of themselves, it would actually make everyone hyper-smart. 字體好小,對吧? 你們看不到,我再重播一次,然後師傅把那個字念出來 他問那個,等一下 這兩個人問了Mask 你有一家神經科學公司,正在嘗試做著腦機的接口,對嗎? 然後他說是的,微觀水平上的神經元的電極 那是什麼呀? 就像我的大腦裡有一個接口嗎? 他說是的,就是一個晶片跟一個細線 會通過手術植入嗎?能幹什麼呀?輸入或下載,那到底是來幹什麼的呀? 好吧,Neuralink設計一個公司,他成立的公司 長期目標是指向人與智能 智能就是智慧,中國大陸叫智能 並且實現智慧的平民化 這樣就不會被大公司或者是政府通過數字 數字就是我們講的數據的形式來壟斷 基本上是說人與機器通過一個鏈結 你想要打敗機器嗎? 他說是的,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們如何確保未來是以人類的意識為生啊 所以如果我們幾十億的人口通過高速的寬帶 就是寬頻來相連接 那人就變得很聰明 好,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好,你們看到Musk就是 就是誰呀?你認得他嗎? 誰呀? 他只有這個身份嗎? 他有很多個身份 一定要好好認識這個人 他特別有Intelligence 特別聰明 但是Intelligence不代表Wisdom 請你注意到 他裡頭講要開發就是智能的平民化 你注意到嗎? 他是用Intelligence,他不是用Wisdom Wisdom就是智慧 Intelligence就是聰明 好,分享 因為這個狠心 你不見得能講出個什麼東西來 但是沒關係 你就是你心裡想的講出來就好了 好,來 師傅還有各位同學 即使智慧適合說出我的感悟 第一點就是我覺得他很善於跨界融合 第二點就是我覺得他現在這個相對前瞻的一個發展 會讓我聯想到基因改造 他們一開始的初衷都是要讓世界更美好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讓掌握這個技術的人 他的心是否在中間 是否有偏調 就是很重要的 好,還有嗎 還有第三點就是我覺得師傅剛有提示一下 他是用Intelligence不是用Wisdom 所以他的發展可能還是有一些限制 而且無法超越眾生的知覺思維 謝謝師傅 但是他有提到如何以人類的玉石為生 好,非常好,有進步 這邊呢,這邊 這邊,這邊有人要分享嗎 One,Two,Three,Go 開始計時了 One,好,吳春蘭 那個,我說袁姓玲,你要請教他 你學會了嗎 因為他說他有轉發,但是我都看不到 我看不到 要以我看到為主 你們看到的都不算 但是他,我有加他為粉絲 他是我的聯絡人 所以這方面沒有問題 但是他,到現在我看不到 對,我要他要學會 要學會 好,來,吳春蘭 師傅,各位學長 王阿伯拉奉教學 王阿伯拉奉教學 我學吳春蘭 好 這個,Tesla這個老闆 Mask,他是一個很聰明的科學家 他除了做Tesla,要做低軌衛星 還要做一個洛杉磯到舊金山 地下軌道 請你直擊這個影片 別浪費大家的時間 好,我大概介紹一下 他這個 他主要就講說這個 不是,我不講他講什麼 我講我的感想 就是說,他認為這個人類的智慧 就是應該發展這個 AI 就是說 AI跟人腦 這個動作的這個同時進展 但是他又講說這個 假如你這個人類的人腦啊 用各種連接在一起 那是勝過電腦的 好,時間到了 你已經多次犯同一個錯誤 你沒有掌握時間的能力 對時間無力感 這是什麼的表現啊 夜障深重嘛 夜障深重三指標 哪三個 說來聽聽看 無盡的扭曲是第二個 第一個是什麼 一夜障目 一夜障目 你一開始你就一夜障目 你都不知道要分享什麼 一夜障目 第二個無盡的扭曲 第三個各種無力感 時間 說自己很忙 沒有時間 我今天數落那個 那個沈其君就是 他都說他很忙 你的忙碌沒有似乎的九牛一毛啊 對吧 那是代表你夜障深重 你沒有管理時間的能力 除了時間管理 有困難還有什麼管理 各種資源的管理 通通亂成一團 這個人不就是展現 混亂的人生嘛 把豪宅做成乞丐了嘛 對吧 就是無力感嘛 各方面都無力感 這是三大 你怎麼檢驗你自己 那個夜障深重嘛 每一個人都需要檢驗 自己一定要每天任何時候檢驗 我是不是夜障深重 千萬不要 就是一天過一天 特別年長者 這邊很多年長者 你一定要真的重視自己的弱點 因為所剩的時間不多嘛 對吧 包括師父也 師父七十幾歲了嘛 所剩的時間不多嘛 所以你看師父每天這麼早起 善又每一分鐘 每一秒鐘 對吧 師父也分享了 影響我最深的氣語 就佛教的氣語是哪一句啊 什麼景中景 普賢菩薩 你普賢菩薩都沒講出來 事日已過 命易水減 今天已經過了 我的命 一天比一天的少 對吧 所以這一個真的非常重要啊 你真的別小看 只是一個技癒 他帶給你的影響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個影片最主要是實現腦機接口 他的目標 第一個實現人跟智慧的共生 他上面寫智能 智能是中國大陸的說法 也就是智慧 這個智慧就是 Intelligence 就是視地 視地 就是視自充變的共生 還要實現智慧的平民化 這都不是根本制哦 你要注意到 避免大公司或者是政府 透過數據的形式 他在影片上是寫的數字 Digital Digital 是用Digital的方式 是用數據的方式 數據化 各種Digital的形式 來做出各種壟斷 確保未來是以人類的意識為生 但是請你看到 他這個意識指的是什麼意識 是前六事 他不是指向中 不是指向第八意識 這個是很大的重點 所以你說 你就是看看很多的數據 看很多的材料要幹什麼 你就解讀錯嘛 對吧 所以消業是最重要 他說全球幾十億的人口 如果透過寬頻 就是中國大陸叫寬帶 透過寬頻來連接的話 就可以拓展人類的 失智充變智慧 讓人變得更聰明 那我就請問你 人變得更聰明 要幹嘛呀 每一個人都迷失在科技上面 人變得很聰明 這個AI機器人能夠瞬間翻譯語言 對吧 然後可以 我們不是文書的那個課 No 這 《維莫結晶》的第一堂課 去年的1月7號 蘇無波的那個視頻就是 分身嘛 你的分身嘛 就是說你不會講日文 或你不會講德文 有一個機器人 他就可以仿照你的聲音語調 然後講 你想要講的 不會講的話 日文也好 德語也好 瞬間的 瞬間的轉換 現在我們也看到我們的手機 不是都可以翻譯嗎 而且都是很瞬間的 這都是 就是 就是我們的科技的發展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個Elon Musk 他是一名企業家 也是一個商業大亨 美國工程院的院士 而且他是SpaceX的創始人 這個非常的重要 這個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重要於Tesla 所以你不要以為 Elon Musk 他只是Tesla的一個執行長或高管 都不是 他是SpaceX的創始人 SpaceX聯合Tesla 創立了一個公司就叫Neuralink Mask來生產這一個小晶片 植入人的大腦 Mask他同時也是Tesla的執行長 產品設計師 Neuralink看到嗎 Neuralink這一個公司 徹底執行這件事 這一個公司 他是一個投顧 中文怎麼講 這個投顧就是 他是吸收外資進來的 目前是1.85億的 美元 90位員工 他未來的發展 希望能拓展到1萬個員工 因為他這個行業 大家有看頭嗎 好 Neuralink這個公司 要記住 2021年的9月 就去年9月而已 Mask以2700億美元的財富 成為全球最富有的人 他的前一任是誰是最富有 Bezos Bezos後來他被打敗了 為什麼 因為他交女朋友了 他要第三者了 對吧 招惡業 對吧 好 2700 Mask以2700億的資產 成為世界的首富 我記得7年前有一個採訪 就是採訪聯想的執行長 CEO跟Mask的對話 7年前 7年前他還不是首富 然後 那一個Mask他就問說 聯想你一年能夠 你的目標是做什麼 他說我目標就是要銷售 銷售多少台的電腦 多少台的終端機 多少台多少台 Mask他的回答是說 我開公司我不是為了要銷售 那那個對方就想 你開公司不想銷售 那你這公司要幹嘛呢 他說我的想法不是這樣 我的想法是你的思路 你的思維要拔高 修文書你要知道 對吧 他是在世間法修文書 所以你看 你看到嗎 他是思維拔高來賺錢 而不是鎖定我要賣多少 實體的電腦各方面不是 結果七年 七年而已 現在他已經是全球的首富 我們看到他的創作 他的作品 都不是一般人能夠想得到的 所以為什麼你需要拔高思維 對吧 腦機接口 英文叫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所以 腦機接口是講的是一個介面 是一個interface 是一個介面 師傅現在就來簡介什麼是BCI 或有人稱它為BMI 利用精巧的機器人 把非常細的線 他裝到大腦裡頭 然後 我打錯 植入了 植入可以接收和傳送大腦信號的傳感器 你需要一個transducer 然後性線的 這個細線的另外一點要接上電腦 那以上的這個描述就是來實現什麼 通過大腦連接電腦 目的就是 把我的人的腦 跟機器連結起來共同生存 所以 疊破你眼鏡吧 腦機接口 我們現在看 哇他好厲害 其實沒有 20世紀的60年代 已經開始有人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20世紀的 就上個世紀的60年代 你出生了嗎 還沒出生 60年代就開始有科學家在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一直到2008 我現在在講嚴格 歷史發展嚴格 2008年的時候 Pittsburg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 Ander Swartz 他率先的宣告了 Pittsburg大學在哪裡啊 你們知不知道 劉美德 在德國 你地理大班家 在哪 劉美德來請教一下 陳嘉倫 Pittsburg在哪 在美國啦 在Pensyvania 在賓州啊 有一個科學家 Schwarz他率先宣告了 成功創造 腦機接口 他已經2008年就問世了 腦機接口 他做的是動物實驗 讓猴子 用這個腦機接口的原理 操作一個機械的機械的手臂 給自己餵東西吃 成功了 這個彰顯什麼 人們將動物與外部設備 與電腦的設備 還有搖桿器 這個機器手臂 相連結 來執行特定的功能 Schwarz的實驗工作 他的功能就是 讓猴子自己試試看 能不能在他腦子裡頭 裝入一個 一個晶片 然後他能不能 自己操作那個機械手臂 然後自己餵東西吃 他成功了 2008現在多少 今年是 2022那是幾年前 13年前 也有人說18年前 2022減掉2008是多少 14喔 回去 回去找你的算數的老師 重修你的算數 Elon Musk 這個可能跟中國大陸的翻譯不太一樣 他們不曉得翻成什麼龍 Mask 他當前的操作方法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Neurolink 他發展的方法是 把8毫米 8毫米厚度的 中國大陸叫芯片 我們這邊叫晶片 可以人腦的頭骨齊平的 植入到人的大腦的頭頂位置 換句話說 你需要做一個開腦 開一個很小的洞而已 這個洞大概就跟一個錢幣一樣的大小 然後就把那個東西 那個芯片 裝進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 來擷取你的腦電波 腦電波就是腦波 我們說的EEG 就是腦波的信號 或者是擷取你的脈搏的信號 脈搏 為什麼不是從這裡接 脈搏不是衝大腦嗎 對吧 更重要的是支持 遠程數據的無限傳輸 把這一個數據化可以傳輸到全球 好那你白天可以使用一整天這個腦機接口這個interface 你可以使用一整天 到了晚上的時候你需要充電 所以我要各位省思 這樣子做你的煩惱減少了嗎 這樣子做你的科技倫理何去何從 你切到了科技倫理的一小塊 科技倫理就是什麼 譬如說吧 Krone 複製人 剛出來的時候 陶麗羊不是 哇 紅破大片天 英國的陶麗羊 後來我們就發現有太多的科技的倫理 值得 值得什麼 值得商榷 對吧 你複製了 不斷的複製人 有複製羊了以後複製人也成功了嗎 我們台灣也曾經有過成功 後來不是很快他就夭折了嘛 對吧 接下來就有複製金子軟子 然後就引發了什麼啊 代理孕母有沒有 然後就引發了官司 因為這個代理孕母後來 跟這個代理孕母的那個 就是提供金子人產生感情 這該怎麼辦啊 這些都是科技倫理啊 是不是 一樣的 只要涉及科技 最難搞定的就是倫理問題 倫理有很多啊 譬如說師父要應邀到天理教去 衛生職人員講座 講的是生命倫理 生命倫理的主題有什麼 你怎麼出生的啊 你要怎麼死亡啊 你怎麼死亡啊 你就說怎麼死亡還需要講嗎 安樂死是不是倫理問題啊 是生命倫理的問題嘛 是不是 自殺是不是 自殺的房子是不是生命倫理的問題啊 是啊 墮胎是不是生命倫理的問題啊 這些都是倫理問題啊 你真的不能小看倫理啊 因為你平常很少關注這一塊嘛 對吧 今天的主題要我們省思的是 科技的倫理 科技無限制的一直發展出來 科技的倫理誰來關注 誰來關注哪一個單位 他有辦法有效的約束 你剛剛講的這個當事人發明的人 剛開始孕育這個科技的時候 通通都是安著好心 結果後來的人辦壞事了 就像手機一樣嘛 手機不是剛開始的時候 哇爆紅了手機 現在手機幹好多壞事啊 是不是 有哪些壞事啊 偷拍 偷拍 還有什麼 駭客 對那還有呢 手機可以幹什麼 幹什麼壞事啊 盜用 盜用你的很多的密碼 對吧 入侵你的那個帳戶 對吧 一個手機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要各位想到 煩惱減少了嗎 科技倫理何去何從 為什麼科技這麼發達 煩惱不能減少 為什麼請妳告訴我 顯然是煩惱不可能減少嘛 可是為什麼呀 好請 師傅還有各位同學 弟子陳雲試著說出我的想法 因為科技的發展是要讓人更便利更舒服 他其實還是在這個現象界 無欲的這個追逐 就是還是在現象界 但是 我們如果煩惱要減少 就是要超越這一些 舒服不舒服 便利不便利 謝謝師傅 好 所以妳還是在外頭 知道嗎 最主要的是 他為什麼說的是 煩惱不可能減少 因為他切到的是前六世嘛 所以他就是標準的老子說的 這個五色 五陰 五味 這個辭成田烈的高手 對吧 他沒有回歸到終極本質 所以他不可能煩惱減少 科技越發達 煩惱越多 所以英國的一個烏托邦的作家叫Hulix 他就講 如果科技只給予人類便捷的話 那就是人類要退步最重要的一個手段 這一個名言 我也在那個教學廂長裡頭 我用過了N多次了 希望你記住Hulix 英國的烏托邦作家 中文怎麼翻啊 Hul 赫虛黎 對對對 他就講 如果科技只提供給人類便捷的話 那麼他就是人類倒退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好 三昧法門的簡介 師傅一定要趕快 三昧 三昧就是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Samadhi 就是 就是三摩地 或稱為等詞 什麼等詞啊 定與會等詞 那等詞的結果是什麼 離諸邪亂 就是你不會被Mask所影響嘛 你不會攀緣向外攀緣 色心不善 安住宜靜 這個宜靜可以是佛像 可以是科技 可以是師父的上課 可以是你在吃包裹玉米的那一瞬間 宜靜是因人而異 你也可以安住在佛號上 安住在一個一個事物上面 因而心定與智慧平等詞首 心定就是定智慧 定會等詞 這個會指的是根本詞 這不是現象界的 換句話說 在日常修持的功夫 你如果有三妹的話 你應該展現下列的三個狀態 抱歉 這應該是小1、小2、小3 我這個符號搞錯了 弄錯了 後來我有改 我可能沒有按儲存 小1就是你怎麼展現 你有沒有定晉的功夫 你有三妹功夫 在肉體上 精神跟肉體和諧同一 所以你不疲不背嗎 你有嗎 對嗎 你要睡了又睡 都是又疲又背 就是代表你沒有三妹的功夫 那你看師傅睡得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不疲不背 對吧 所以這是第一個肉體的展現 第二個就是 就物質的展現 就是精神與物質界融色統一發展 這個就是師傅常常講 禪定是心物合一的狀態 什麼是心物合一啊 我的心與宇宙萬象物質 心物嘛 那個物指的是物質界 我心是精神 精神體嘛 對吧 與物質可以連通合一 我根本不需要腦機接口 這樣可以懂嗎 所以說禪定是心物合一的狀態 你有禪定功夫的人 你很容易展現他心通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給的答案就剛好吻合你所需要的 我也能夠看到遠方 我也可以聽到 就是一般人聽不到的等等等等 就是代表你心跟物 宇宙萬象是合為一 進入了定跟會等詞的那個狀態 就叫做SAMADHI 然後第三個 這個應該要小一小二小三 你們等那個什麼 等決宣播出來的那個視頻 你就會看到師傅已經改了 這個師傅當初有改 可能就是沒有沒有按 按那個什麼儲存 明天早上明天的聖玄語錄也要播出SAMADHI 應該我在那邊也有改了 就心念心念就是CHITA 指向前念跟後念統一 不受到雜念的干擾 至於一念永遠就是這一念而已 沒有想到剛剛講什麼話 我等一下要講什麼話 即便都在講前面我講什麼話 後面我要講什麼 但是我持守在一念 我不受到前後念 我也不用死背 我完全就是持守在心定跟智慧 對同時並存的而持守的那個狀態 就叫做SAMADHI 不受到雜念的干擾 至於一念因此是定會等詞 也就是心定跟根本智看到沒 SACRED WISDOM SACRED 神聖的 神聖的 那世間智怎麼講 世間智 所以我說你們會英文 一定要從英文下手 相對容易 你根本智你看SACRED就是神聖的 你從根本智就是指你原來天生以前的那個智慧 那世間智 我講世智充變 英文怎麼講 食物都已經出現了在教學相當 不曉得N多變了 Worldly就是世間的Worldly Wisdom 或者是稱為SACULAR SACULAR就是世俗的 SACULAR Wisdom 都叫做世俗的智慧 這邊講心定跟根本智 所謂定 三昧就是定會等詞 特別強調的是 心定跟根本智的合而為一 也就是一種禪定的狀態 剛剛陳文傑講說 波子我特別講 你不能智慧就講波子這樣子 太籠統了 強調的一智起伏 那個智講的就是根本智 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三昧的日用功夫 這很簡單 我趕快把它講完 你平常怎麼展現 剛剛已經有講了 就是說 你有三昧功夫的人 在肉體上 你怎麼展現呢 不疲不備 還有呢 在精神上 你的精神跟物質是統一的 第三個 在信念上 前念跟後念是統一的 這個都是來讓你檢驗 你是不是一個已經具備禪定功夫的人 那他在日常生活當中 他怎麼展現出來 行者 行者就是這修行人 平日他依止平常心事道 他一定是依止的平常心事道 不會說 禮拜六還要轉發 現在連禮拜天都要轉發了 王滬中你跟王子錦該怎麼辦 你平常心事道 你就不會說 我今天應該要休息了 我明天也要休息了 那就是離平常心事道太遙遠了 平常心事道是 但是我每天不管工作或假期是一樣的 因為我已經超越了工作跟假期的束縛 就是平常心事道 是不是 好 所以三昧的日用功夫 第一個要一直在平常心事道 然後在日常實踐功夫當中 二六時鐘 二六時鐘就是24小時 二六就是12小時 十二時鐘一個時辰兩個小時乘以二 十二乘以二就是24小時 你的心境是祥和平穩 沒有煩惱起何 不會說 我今天我的帳號被封鎖了 然後就起煩惱了 你看書有沒有起煩惱 一樣 被封了就封了嘛 不是嗎 這不就是平常心事道嗎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樣 大起煩惱啊 是不是 前幾天我還發現我的152 那個大陸的手機 這個號碼突然不見了 就不見了 這個很嚴重啊 因為我所有的 中國大陸的銀行啊 什麼學校的那個 登記啊 都是綁定這個號碼啊 結果不見了 就是我連要充值進去繳電話費啊什麼 查五尺號啦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不會 嚇都嚇死了啊 對吧 師父一樣在過日子啊 想辦法啊 然後打電話去 10086從台灣打過去 他說這沒有辦法了 這完全沒辦法了 我說那沒辦法總有辦法 他說沒有沒有 這完全沒辦法 我說那補救的辦法是什麼 你要來中國大陸 重新申請 我說申請 可以搶回來這個號 他說不能 不可能 我說那 那不是又要從頭開始 他說對了對了 就是這樣 如果是你 你要怎麼辦 又嚇死了 是不是 但是師父從來 不會這種事情起煩惱 好 所以 這個就是你的禪令功夫 然後你時時要彰顯 你是在入定態 譬如說你在入定你可以加持麵包 你在入定你可以教學 你在入定你可以跟遠方聯繫 這就是入定態 那這個我就要來請教啦 入定態以前是什麼態啊 每一個都瞪著眼睛看我 是什麼 蛤 合一轉 不是 你要先入座嘛 對吧 然後呢 入座 入座完了 你的能量要跟 Neutrino 跟微中子 產生 交換 那叫什麼態啊 共振態 所以那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閃耀那個大白光 那個不是你的終極本質 就是因為你的 你的那個能量跟微中子產生了 狀疾 所以產生了共振態 這個時候你開始慢慢的要進入 α波的狀態 接下來才是入定態 入定態完了以後 是什麼 接下來就是你要接受考驗 你都可以看到 十萬八千里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也可以聽得到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你每一次都要看到 那邊有人在幹嘛 幹嘛 這個就叫做 著魔 你自己 自己被自己的定靜 給迷惑了 所以入定態完了以後 你就定靜 你的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走火入魔 有一個術語叫走火 目如入魔是在定靜當中產生的 所以這一關考驗 我是不認為 我是不把它當做一個考驗 我就是把它當做平常心 你看得到就趕快看吧 看個夠吧 看不到你也不用起煩惱 你再來入定的時候 你也不用奢望你要看到什麼 你就是 依此平常心四道 你就不容易產生很多的 有些人都發瘋了 禪定方法錯誤發瘋了 到處都有這種人對吧 這是定靜容易產生的 所以定靜你就會 要通過這個走火入魔這一關的考驗 接下來你才會有悟靜 悟開悟 所以你到定靜以前 你要成就的是五神通 哪五神通啊 最低的是什麼 用眼睛叫 眼通 然後呢 耳通 然後呢 他心通 再來呢 第四呢 宿命通 你知道每一個人的前世做什麼 做什麼 然後這都是在定靜 最後你開悟了 你完全開悟 你才有可能開發所謂的漏靜通 完全止息煩惱 沒有煩惱 所以三昧就是 確保你 時時都處在入定態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留到下個禮拜好不好 三昧法門的一行三昧 你們有嗎 你們有 所以這個還有一些功夫在裡頭 不過這個真的很重要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學習 這個很重要 一行三昧 而且 而且你跟對師父的話 你這個一行三昧很快你就學會 非常重要 這文書的看家本領啊 文書不是只有這個一行三昧 文書的什麼昧什麼昧 你還知道有什麼啊 有什麼昧啊 阿妹 阿妹 將近三萬的那個什麼演唱會 成就不少的染疫者 好一行三昧 文書除了有一行三昧 還有不思議定 不思議定是文書最最重要的一個禪定的功夫 好那我們先在這邊打住好不好 也許也許就是掛出來 決心掛出來的時候會把後面的這幾張都掛出來給大家 因為這個看也可以看得懂 好有好幾張 譬如說經典原文然後師父有解釋什麼呢 法義什麼是法界 法界不是一個世界 這個界是性的意思 所以法界就是法性 法性又稱為什麼 終極本質 怎麼落實健行 怎麼健行 這方法都在這兒 然後呢 師父有教 什麼修學一行三昧 你才能夠得以成就有方法 然後呢 再來 你證物一行三昧有什麼好處啊 然後這裡有法義就是有什麼好處 然後呢 終論就是結論是為什麼人人都需要修學一行三昧 你手上有資料對吧 也許你回去看 下個禮拜你來教師父好不好 這樣你很快就成佛我不騙你 一行三昧真的很重要 師父把它寫得非常的清楚 為什麼呢 裡頭有師父的實證功夫在裡頭 所以你按照那三昧去做的話 你很快你會有成就 一行三昧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就是你一定要 那個竅門你一定要掌握住 所以這個一行三昧還是挺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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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 好 啊